有人认为时尚精品是艺术 但是反过来看 艺术品也常常创造另外一种潮流 从时尚造型师转换身份的商绍珍 还有擅长大型壁画的年轻艺术家安地洋 以及热爱电玩的街头涂鸦艺术家阿诺 三位艺术家最近受邀在百货公司部展 各自发表新作品 复古的大型电玩机台出现在百货公司大厅 不只吸睛他真的能玩 就游戏一开始来就按这个红色按钮就开始 你看去上面完成这幅涂鸦这样子 然后例如说下面这边又有一个蓝色的 好像去剪 然后那按钮是干嘛 按钮是等一下涂鸦的时候会用到的 这个按钮有点像喷漆的按钮 涂鸦艺术家A.N.O.阿诺 向我们展示结合电玩与涂鸦的星座 八位原像素游戏机 从木头机壳电路板接线 到设计游戏程式 阿诺通通亲力亲为 讲起小时候的最爱 他就想回到童年 警察来了 可是这时候就不能动 就等他过了 这边有些一二三 然后过的时候你才能动 不然你会被抓走 基本上这个游戏其实是主要是做我 涂鸦遇到的一些事情 然后的一个经验 然后所设计出来的 其实我是用一张画的概念 来呈现一个游戏 就跟例如说 可能大家画一张作品 然后可以讲一个故事 然后我是用画一张作品 然后也可以有一个规则 然后让大家可以体验这个故事 是怎样子 不管是被狗追 被花浦砸 和被警察抓 阿诺把在街头涂鸦 遇到的种种难关 都化成了趣味性十足的电动 除此之外 阿诺也想跟大家分享 令他怀念的电玩时光 同样有街头创作经验的安地洋 擅长以浓郁饱满的色彩 让细胞器官这些图样 在建物表面蔓延开来 大型的壁画可以让整个空间的氛围 更快地做一些调性上的改变 然后作品放大也会有更多 不一样的效果 安地洋说 他要用创作解放商场橱窗 及人形模特儿 我希望可以用我的色彩 跟线条和造型 去解放出模特儿的生命力 那他们可以用一种成长的方式 不断地去繁殖 然后去寄生在不一样的空间 服装 或是一些建筑物上面 然后甚至是假人身上 对假人有不同想象的艺术家 双绍真则是创造出专属的梦幻假人 十几种造型蛋糕 堆砌起两公尺的立体雕塑 其实是要表现时尚甜蜜的诱惑 这个作品等于是说 是从我在2012年 那发表的一系列的油画作品 然后从那个画里面 其中一幅画 腐败夫人里面转变过来 最主要是讲罪恶跟诱惑 所以我就想说 那做成立体的东西的时候 蛋糕是一个最好的罪恶跟诱惑 三位艺术家的无限想象力 让百货商场也能这么不一样